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正被强行送上手术台 原来姐姐患有白血病 一旦姐姐身体恶化 妹妹就要被强迫送上手术台 捐献各种身体所需 当小美11岁时 姐姐丽莎又患上了肾衰竭 然而父母又想强迫小美捐个肾给姐姐 小美怒了 她决定把父母告上法庭 拿着仅有的700零花钱找到这个律师 小美把资料递给律师 律师看后头皮发麻 这对父母太狠了 为了救大女儿 却要伤害这个小女儿 小美告诉律师 自己只有700美元 但正义的律师还是帮她接下案子 几天后 房源传票送到了父母手里 小美的妈妈怒了 给了小美一耳瓜子 小美伤心地离开了病房 晚上 一家人在这劝告小美 小美说道 我只想像个普通人这样生活 但你们却还要摘掉我的肾 如果手术发生意外 那我 你们就不会心疼了吗 父亲听完后 终于开始心疼 这个小女儿了 她决定尊重小美的意愿 结果 母亲和父亲大吵一架 即使如此 玛丽还是坚持让小美捐出肾给丽莎 画面一转 医院那边的玛丽因为小美拒绝把肾捐出 医院无权进行手术 此时更糟糕的事情来了 姐姐丽莎病情恶化 医生建议把她带回家 准备后事 玛丽崩溃了 她直接闯进律师办公室 原来 玛丽曾经也是名律师 她知道这男的是出名的王牌律师 请她可要花不少钱 而小美只有700美元 是怎么请动这个王牌律师的 这个男律师没有给她答案 似乎在刻意隐瞒什么 玛丽只好将律师臭骂了一顿 看到这 可能大家都觉得 这个妈妈太狠了 为了救大女儿 不惜伤害小女儿 然而 事情的真相 真的是这样的吗 健康的小女儿 被母亲无情送上手术台 目的就是把她身上零件 捐给自己得白血病的大女儿 然而 大家可能觉得 这不是人做的事 那来看看 这个母亲的母爱 有多伟大吧 为了安慰大女儿丽莎 转身就把自己头发剔了下来 长期的化疗 导致丽莎变成光头 于是 母亲玛丽为了安慰她 把自己也弄成了光头 来鼓励丽莎 与病魔斗争 这样的妈妈又怎么会不称职呢 原来 在11年前 大女儿丽莎就被确诊为白血病 由于玛丽夫妇和大儿子的细胞都不合适 医生建议他们 通过试管婴儿再生个娃出来 这样生出来 就可以让她俩细胞一样了 父母二人别无选择 才剩下小女儿小美 在11年的时间里 玛丽放弃了自己的律师生涯 包括生活 全心在医院照护丽莎 因为她是母亲 她必须要救自己的女儿 这一切都被丽莎记录到了话策里 比起病痛的折磨 她更害怕家人受到伤害 丽莎翻着照片 默默地说着对不起 画策的最后一页 记录着她曾经最珍贵的爱恋 就在刚住院时 她认识了同样患有白血病的男孩小帅 两人同病相怜 很快便坠入了爱河 这一天 小帅邀请丽莎参加舞会 丽莎戴着脚发 穿着漂亮的礼服 小帅也穿着帅气的西装 这天是丽莎最开心的时刻 但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小帅在三天后便去世了 丽莎悲痛欲绝 甚至试图吃下整瓶安眠药 还好小美及时阻止 才避免悲剧发生 那天过后 丽莎也开始慢慢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了 但没过多久 丽莎因为圣衰竭再次入狱 母亲则要求小美捐出一个圣给姐姐 小美也是因为这样才起诉父母 不久后 发院开庭了 玛丽请来了很多医生和专家 从医学的角度看 所有人都建议小美捐出肾脏给姐姐 小美的律师则说 在过去的11年 小美从新生儿就开始捐血 被迫地为丽莎动了8次手术 但这也没有打消玛丽 想让小美捐胜给丽莎的决心 母亲想让小女儿捐胜给大女儿治病 将小女儿送上手术台 总好过将大女儿送进坟墓 她走到小美面前 问她 你和姐姐感情那么好 还经常照护姐姐 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给一颗圣给姐姐 这些问题让小美崩溃不已 正在这时 二儿子忍不住了 说道 丽莎想死了 是丽莎叫小美起诉你们的 因为她知道自己活不了了 玛丽却说 她满嘴胡言 儿子告诉她 丽莎活不了多久了 大家都心知肚明 只不过你太爱她了 不敢面对这些而已 随后 这个女法官来到丽莎病房 询问事情的真相 这起案子才告一段落 然后所有人纷纷来到病房 没有人谈论她的病情 而是聊起了各种开心的事情 瞬间 这里充满欢声笑语 虽然没有人挑明 但大家都明白 这是一场告别会 等大家离开后 丽莎把话策送给了妈妈 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丽莎记录的美好场面 在女儿的一番安慰告别后 妈妈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 十几年来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 她都相信女儿 只有一天可以像个正常人一样 但这次 却还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母亲躺下疲惫的身体 像个孩子一样被丽莎抱住 然后紧紧抓住女儿的手 陪她走完了人生的路 每逢节假日 生活重回正轨的一家人 会再次去往丽莎 曾经喜欢的地方度假 小美坚信 自己总有一天 会再次见到这个 世界上最好的姐姐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湘兰 喜欢的点个赞关个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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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